欢迎进入海天酱油一战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海天下 上游一战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 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又见面了 我是林郝 我是清宇 现在这个时期 电视前应该有很多 参加完高考的朋友 已经拿到了自己 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今年没有能够顺利地 去到你所理想的学府 也没有关系 我相信人生最好的 一定会在后面的时候到来 而且我们一战到底 办世界名校争霸赛 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 提供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择校指南 顺便看看这些世界名校学子 他们的人生选择 还有他们是如何实现 自己的人生梦想的 当然要祝福电视前 所有的参加完高考的朋友 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那好的 今天我们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没错 首先呢 来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 今天要出场的 第一支战队吧 我是小饼飞刀 饼中心 真下武功 唯快不破 人送外号 神医 地营医生 等等 前面这仨货 该不会就是我的队友吧 自己没点本事 还敢瞧不起我 我可是一人 牵连一招千戒的 逢江波弱 就是就是 这谁热吉 难道我会提他掌 也要告诉你 我是赵海权 是女争竹后的 喜欢没事学学建筑 没事学学文物 这位人兄 你呢 我是千里传音 音细全武 无方无成无中团的 北盖韦力权 万万没想到 今天可不一般 我要破功 我要放功了 今天给你看一个 不一样的清华 让我们欢迎 清华大学战队出场 能在江湖飘 打灯不爱刀 我感觉我遇到了一只假清华 今天要给大家呈现一个 不一样的清华 我们每个人代表清华的一种 这种特色 灵魂出窍 不如一起大笑 悬两刺骨 不如一起跳舞 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 但是有趣的灵魂万里飘移 我们是清华战队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同学 今天现场可以好好的表现 来 去往你们的战区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现的这一支战队啊 他们学校的风格啊 既天才又天真 来 好好的认识一下 聆听 丈量 计算 我们如何感知这个世界 是谁困顿 万物静默成名 让我倾听你的声音 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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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 这段掐了重来 睡到自然醒 睡到自然宝 穿衣 自然帅 资源共享可以打破冷漠 请让我解锁你的世界 实用与美的结合 容不得0.01毫米的误差 人生不能有了高度 就试了态度 最新悲观世界 见威之助 参透万物之矣 请让我走入你的脉里 我们来自 Y A L E 耶鲁 耶鲁大学 欢迎耶鲁大学战队 欢迎耶鲁大学战队 来吧 布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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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 你们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呀 为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的口号就是 这只斗牛犬 有什么来历 它呢 这只小狗 是我们在打橄榄球的时候 每次进球之后 我们耶鲁的人 会一起站在场上喊 Let's go 布朗 耶鲁大学战队 祝你们今天好运 来去往自己的战区 加油 加油 几位 海天酱油 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 一战到底有 畅销60年的国民酱油品牌 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一只水饺一只虾特约播出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本节目由能量饮料 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到场的每一位选手 都将获得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所提供的思念大礼包一份 正在观看节目的你 如果想来到节目当中 你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摇一摇 进入摇电视 通过官方渠道报名参加节目 今年的世界名校争霸赛 将会分为初赛半决赛 和决赛三个阶段 单场比赛的冠军队伍 能否进入本节 世界名校争霸赛的半决赛 还需要在第二轮接受 我们的终极守观者 汪仔的考验搜狗 更聪明的搜狗 那么现在 作为清华大学战队的 赵海恬队长 还有耶鲁大学战队的 周天歌队长 他们在首轮会派谁出战呢 两位队长 请考虑 请选择 OK 选择完毕 清华大学顶中心 耶鲁大学周哲武 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下 我们的两位队长 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 有些什么样的特别原因吗 这个经过我深思熟虑以后啊 我决定开出我们清华 天王级 重量级 大饼飞刀师兄 好 大家好 我就是丙珠星 我毕业于清华大学 然后是北京协和医院 八年制的医学博士 那现在呢 我是一名胸外科的外科医生 那平时就动手术刀的 平时主要就是玩刀的 那就像最近呢 我也为了普及 这个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 自己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 急救神曲最炫急救风 你说你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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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对面的同事刀山竹起不来 救我 双手交叉用掌根 把你最气派 救救我 你到底救不救我 用上半身吹之下眼色最痛快 爱最痛快 哎 开醒了 最痛快 好像那个节奏是这样的 没错 100次到124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可以救命的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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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这首歌的原因 因为我是一个胸外科大夫 我并不是急救护大夫 但是在我大人那一年呢 我的外公就是因为心梗 黄金四分钟之内 没有正确地去给予 及时的心肺按压 所以外公离开了我 当时我触动很大 我想能把救人的事情坚持下去 所以说我创作了这首神曲 希望互助互救 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也希望每一个普通人的双手 都能够创造 好 挽救生命的奇迹 我能想象你在心脏手术的时候 应该是很认真的 挽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生命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鲁的队长 有什么话要跟我们来分享呢 第一局我认为 我们以进攻为防守 所以我们派出了我们的先锋兵 周哲武同学 数字游侠 来自于耶鲁大学的周哲武 大家好 我叫Max周哲武 我毕业于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学位 我从小就对数字特别的敏感 我小学的时候拿到了北京市奥林匹克数学第一名 我14岁参加了中国的高考 然后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 哇 这是一个天才的一个成长史啊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膜拜单车哦 他放弃了硅谷的千万股权 回国 这位同学就是你们膜拜单车的技术总监 哇 共产单车很厉害啊 前段时间的新闻 一轮融资啊 已经是有6亿美金啊 那个时候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我当时耶鲁的这个计算机系的教授 就跟我说 你来到了纽黑门 你这辈子就不可能受穷了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用你的聪明才智 去做一些更改变世界更大的事情 当时 当时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回来 我一定要做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 耶鲁的教育 都是给每一个学子所传递出来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心里面怀着改变世界的目的 去开展我们自己的工作和学业 队长 我们耶鲁一直是传递 其实不仅仅是改变世界 而且很重要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爱 我已经毕业耶鲁有一年了 但是他对我来说 永远是家 从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作曲 音乐学员的作曲 我经常要在工作室熬夜到4点5点 但是耶鲁永远在任何时候 我们可以打一个电话 会有一只带着那只小狗的校车 来把我们门到门地送回家 当他们把我送回家的时候 不仅仅是只是把我放下在那里 而是看着我进了房间 把房间的灯开亮 他才会离开 因为他知道我安全了 我回家了 好 我们能看得出两所学校 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 二位 今天我们的第一场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祝两位好运 请准备 打理开始 请准备大赛所使用的羽毛球 必须采用哪一种毛 中国海域最浅的还是 周哲武 快 哪位作家开发出中国第一款 普法网络游戏皮皮鲁盒 419宗罪 答对 愿无岁月可回头 是哪位微博知名博主出版的短篇故事集 不许专业小帮甲 所以挺快的 反应也够快 是的 打拼 作家韩寒所写的第一部长篇 三中文 回看 三中文 饼中心速度更快加分 这是我国那首经典古曲 两位 请听 十面埋伏 答对 凯撒的养子被称为奥古斯都 的是哪位古罗马皇帝 吴大为 漂亮 中学化学当中常用的烧焦羽毛的气味 来形容哪种物质燃烧 大为之 好嘞 在金庸武侠小说当中 能够克制蛤蟆弓的是 鲜区和 好 5比4 这是那本杂志的标志 请看 读者 哇 5比5打平 金庸先生的堂兄 曾将拜伦的堂皇翻译为中文呢 是那位诗人 木旦 漂亮 哇 到达6分 开启名师出题 我们经常说 汉富唐诗 对汉大富 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部发端之作 叫做七发 请问 他的作者是谁呢 请抢答 好 对 余当老师每次带来的题 难度还是很大的 好好想一想 杜甫 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作者 他的作者就是汉代著名的 慈富佳梅成 你答对了吗 答错了 直接送分给对方 而且一送啊 就是2分 付钱比分 7比6 继续 世界上第一个不设军队的国家 是哪个拉丁美洲国家 马达加斯加 哥斯达里加 小饼飞到 送分啊 周五你好好下去吃小龙虾 然后我们一会儿带着胜利的消息去找你 好的 再见 再见 好 祝贺清华大学拿下首轮 小饼飞刀还是很锋利的 对 我们的队长天哥究竟需要派队伍当中的哪员大将出战 请考虑 我接下来派出的是耶鲁伯雅艺术的最优秀代表 刘鹏子 大家好 我是刘鹏子 我今天的关键词是别天真了 有很多人就说鹏子女孩子学不好物理的 别天真了 但是呢我就是读到了耶鲁大学材料科学博士项目的一年级学生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了 哎呦鹏子 女博士找不着男朋友 结果是 我不光找到男朋友了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 这什么人这么有本事啊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他并不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学霸 他是玩摇滚的 刘鹏子 是玩摇滚的 我还记得啊 在最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 其实当时相互不是很了解 当时他问我说 哎 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说我是搞电竞的 他就很欣赏 对 他就说 我也很喜欢玩游戏 然后我就跟他说 在我们那个领域里 我是做电子显微镜的简称为电竞 兵兄 你看看人家这么幸福和可爱的女生 你的刀还忍性往那边飞吗 其实我猜到这是队长他们的战术美能计嘛 那接下来呢你也是我们耶鲁战队的第二位 需要出局的 需要出战的啊 对不起 需要出战的这个队友 我相信这个清华大学的同学啊 好多有点偏心眼儿 心里开始灿烂起来 不 我站在这半边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啊 两位这局挑战请准备 大力开始 象征着足球界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上 还没有看完题 在19世纪的美国淘金热潮中 商人李维发明了哪种经典裤装 牛腊裤 反应好快啊 就是啊 西晋文坛三大家之一在文学上 与陆基并称为潘江陆海的是哪位古代美男子 潘 速度非常快 这是哪位作曲家代表作品的选段 请听音频 伍奇尼 答对了虽然不敢肯定 但是你轻轻地发出的这个声音就是正确答案 3比1 加油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取发的文艺晚会 漂亮 请说出这个希腊字母的中文音程 文明哥 漂亮 看一看 19世纪哪个欧洲城市因为储酒罐损坏而发生了一场147万升的啤酒洪水 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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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队速度更快 2004年哪个亚洲国家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经验的国家 5 5 3 漂亮 林医生 再一次打平答题继续 林语堂凭借哪部用英文创作的小说火加热 计划言语 好的 5比4 上世纪前后五次的中东战争是阿拉伯世界上与哪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林医生 被称为四生四世十里麦田的是哪部讲悟宠物的电影 一条狗的使命 漂亮 很感人 一分6比5让我们进入到明诗出题 中国古代有两个玉文化中心 除了红杉文化之外 那另外一个玉文化中心在哪里呢 请抢答 梁中 那是不是 是彭子说的这样一个答案呢 嗯 我们再次有请吉连海老师 正确答案是位于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的两种文化 您答对了吗 加上两分 哇 厉害厉害 这道题太关键了 答题继续 汪峰曾担任豹佳街43号的主唱 这个乐队名称是哪所意思 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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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孙玉 再次颁品 是 要求别人爱自己是最大的傲慢 出自尼采的哪部著作 吟孙玉 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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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孙玉 大陆区分别是华北地区 西蒙利亚底台 违达正确 秉兄啊 秉兄 美人计成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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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克耶鲁大学战队 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 这真是一枪换一枪有来有往 接下来难题要交给我们的队长了 第二位出战的究竟会派谁 请考虑 大师兄是中了美人计走的 所以我要排除我们的波若学妹 来 我们认识一下千面佳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冯姜波若 我学习京剧 已经是从10岁那年到现在13年了 是自己特别喜欢 还是佳人逼着你学的 说到根源还是因为我老爷 是我老爷带我进了这个京剧启蒙的大门 老爷当时给我的规定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想学戏 好好学习才能好好学戏 戏曲当中啊 本来就是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 对 你非得要深入了解 理解过后才能够拿捏好那个人物 别人家是摔跤吧 爸爸 你们家是唱戏吧 老爷 对 唱戏吧 老爷 我来的时候啊 我就跟大家说 今天就展现不一样的清华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 在耶鲁 如果你不会一样乐器 不会排戏 不会写诗 不上合唱的话 你几乎不是一个耶鲁人 我们清华有句话叫做 无体育不清华 你在清华 不会一向的体育运动 那么你就会被退学 你能有你的坚实的肩膀 撞过我的橄榄球的肩膀吗 虽然我长得比较瘦 但是我剩下的都是精华 我真的不好意思打断你们 像小两口吵架一样 看看两位女英雄 再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场 怎样的大体表现 请准备 大体开始 西湖的白笛 是为纪念哪位十人而取的名字 好的 正确 儿童游戏跳房子 最早起源于哪个古代帝国的 军事训练项目 回看 逢江般若微快 漂亮 于1949年到1954年存在的政务院 公院 公院 漂亮 彭子 薄西米亚在拉丁语当中 原本是对哪个中欧国家的称呼 准复 好的 连锥两分 这是防治和关爱哪种疾病的国际符号 儿子票 儿子票 刘鹏子 三次担任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 被誉为二传手中的灵魂人物 是哪位女人 李嘉月 龙平 逢江般若加分 漂亮 常用做女生名的这个词 在英文当中还代表了 中军 漂亮 一妻一儿一女 期间平房院子必须大 是哪位近代作家眼中的理想生活 龙石油 啊 答对 很厉害 二战时期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 并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是谁 戴高乐 好的 很轻松 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的是哪部综合行动 什么样数 漂亮 再次打平 是的 这段歌曲讲述了哪位当代女作家的故事 两位 请听 三毛 好弱 张伯若 连拿三题 又一次反抄 来到名师出题 汉岳虎 印马长城枯形 这个诗篇里头有一个异象 是一个动物 但它常常用来代指书信 请问是哪种动物呢 红艳 红艳 我们来看看蒙曼老师对于这道题的解释 这个动物是鲤鱼 你答对了吗 两位都没有回答出正确的答案 所以统统不计分 答题继续 收藏了四股全书的江浙三格指的是文宗格 文汇格和杭州哪个藏书楼 哦 文兰格 古希腊人将哪个来自迦南地区的民族称作紫红色的人 张杰基人 北尼基人 答错 关键题送分啊 率领300名斯巴达人与波斯军殊死搏斗 中英寡不敌众牺牲的是哪位国王 好的 有人需要连一两题 密宿里河是北美地区哪条河流最长的支流 密地西边河 好的 波罗加油 邪厚语孙病救邯郸的下一局 美美九条 哦 目前能够辨别出在镜中的印象是自己的唯一鸟类是哪种 西区 来 厉害 哇 棒 英式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而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是新疆哪个湖泊 哎呀 赛里木胡 对这个答案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说出来了 因为学弟比较小嘛 然后我们也是很想就是作为学姐学长都保护好学弟 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必须不得不出站的时候 我相信你不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差 特别的温暖还充满着关怀 相信你在这个舞台上的出现也会让很多年轻的朋友 好好学习 好好学戏 再见 不愧是学京剧的那诗真是好高啊 亮啊 同事要让我们祝贺 耶鲁战队再下一城 好棒啊 目前这样的一轮下来之后 反而我们的清华大学成为了 稍处烈士的一方 队长 我刚才跟师弟呢 我们俩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师弟给了我非常坚定的眼神 所以呢 我这一轮要选择出站的是 我自己 我先问问师弟 你刚那个坚定的眼神想传递的是什么意思啊 有句话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说过 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浪 所以这半变天虽然没有了 但是我会替师哥顶着 师哥你就放心答题吧 我们明白了 这是清华战队最浪的一个 就在后头站着 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清华大学队的队长 我叫赵海田 我们今天的赞助商是什么 海天酱油 但是海田不酱油 这个鲁班9号 大家知道这个鲁班啊 就是建筑的一个鼻祖 木匠祖师爷 是啊 我就是建筑学院的学生 这个亚洲堂的总部呢 就是我参与了设计 我负责其中的绿色节能环保部分 8月份要入学读博士 去年入学考试 不小心考了一个博士第一 有种淡淡的嚣张啊 是淡淡的忧伤 没有对手 可是我怎么发现我们这边有一个人 好像保送了清华的建筑博士 但是来了耶鲁大学读建筑呢 你认识他吗 就我哥们儿 我们俩都是09年考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只不过我们学的是不同专业 其实我觉得敏家健的话 他要是搁的那个清华战队 其实也是合适的 对啊 我就纳了闷了啊 这个家健怎么能上耶鲁呢 我家健 我送你一句话啊 耶鲁归根 非常可惜呢今天不是能我来打倒你 今天相信彭子直接把你俩收了 都不用我来出战了 这个队长太能说了 那我不说话 我只答题 我只一战到底 好 好 祝愿两位好运 请准备 答题开始 混乱之志 冰封王座都是哪款电脑游戏的资料片 万种丁万 这样去 他玩游戏 歌曲 铃儿闪叮当在创作之处 原本是用来庆祝哪个西方节日的 万种节 答错 感恩节 送分 NASA的宇航员在与地球进行通信时 会用哪个城市的名字来指代 马文 国际通称布莱尔 又称点字的是哪种文字 马文 正确 进入状态了 哪位法国文豪称圆明园为人类幻想中的先进 先进 彭子冠 真正特区的前身是哪个线 漂亮 对啊 会有一个会 是中国哪句古语的英文翻译 周大山在碧永路 有智者士庆程 比名亦为最大的痛苦 曾担任苏联第一任作协主席的作家是谁 高尼基 漂亮 漂亮 答对 这是哪位近代作家在青年时期的照片 请看 陆思愿 哇 瑞士公主是哪位网球运动员的别名 新 新 新 吉思 答对 差点没憋出来这个答案 被称为天下阴侯也被称作黑海海峡的 波尔公子海峡 土耳其海峡 答错 这一分送给对手6比5 进入名师出题 吴迅先生的窃戒婷杂文 窃戒两字是哪两个字各取了一半呢 请抢答 窃戒是哪两个字各取一半 跟我们的最强大脑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对啊 之前没有听说过有人可以说这么大胆的言论 只有在海外的游子 你才明白 背靠着一个强大的母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家就好像是一颗颗的种子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骄傲 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海天酱油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海天酱油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海天酱油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 欢迎各位回到畅销60年的国民酱油品牌 海天独家冠名播出的一战到底 各位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登陆到新浪微博一战到底的官方微博 或者李好和清瑜的个人微博 跟我们进行实时有趣的节目互动 也欢迎大家登陆励志网或者下载励志新闻客户段 了解节目及时资讯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一只水饺一只虾特别播出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本节目由能量饮料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且戒是哪两个字各取一半 朱戒 有请立波老师 一般把这部作品都称作半朱戒亭杂文 所以取的是租借两字的一半 您答对了吗 直接获胜 你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 值得大家把最好的掌声送给你 我觉得彭子真的是我们队的女英雄 干掉了对方两名大将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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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了 我将派出空间魔手名家剑 我的这个关键词叫做空间猎手 所谓空间猎手 就是说我对空间 有非常高的敏感度 比如说在这个建筑里面 走一两圈 很多有名的建筑 我就可以画出它的平面 立面和铺面 我也带来了一张 为我们一战到底设计的一个舞台 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 哇 漂亮好酷啊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一战到底呢 是一个答题探索知识 未知领域的这么一个节目 而中间那个人就是我 不是 你等一下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事我就有意见了 差多少大概 差不多时光分左右吧 你有PS把自己拉那么长吗 其实并没有 我就是这么的长 现在你们是对手 但是曾经呢 是同门 我是建筑系 然后海田是另外一个系 我是我们系的年级第一 他说的云南风轻 我就再正视一点点 敏家健 清华大学的129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入了优秀学生作品 及被永久地保留在 他们学校的资料室里面 这个也是清华史上面罕见的 但是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是代表耶鲁战队的 所以说面对我昔日的好朋友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我们各为其主 各谋其力 两位 这轮较量 请准备 在那开始 古家具中唯用官职来命名 象征的权力和地位的是哪种椅子 蔡师仪 答对 窟龙时 甲山时都是我国 哪种景观时的别称 太湖时 太湖时 好的 哪位农业专家获得了 2010年的首届 是的 加剑 加剑 这是电影界哪个著名奖项的奖杯 两位请看 金酸美奖 答对 取得平行官打劫的 是当时巴鲁军的那支部队 好 精神恋爱这一概念 最早是由哪位哲学家所提出的 柏拉图 好的 对平 小说《哈里波特》当中 弗地魔曾就读于霍格沃兹 学校的柳德事业 斯莱特林 漂亮 1792年8月10号 巴黎人民推翻了哪位帝王的统治 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 罗伊什六 中了 伊拉克 在阿拉伯语当中 原意指的是哪种人体组织 血管 是的 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 指的是夏洛克 阿巴共 葛朗台和谁 波刘锡丁 让我们开启名师出题 哪种水果会成为古代 新科晋士庆功宴上的主角呢 请抢答 水果 樱桃 嘉健答的是樱桃 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杨宇老师的解释 在唐西宗的时候 当朝宰相刘耶 为了庆祝儿子高中晋士 他不惜买下了几十棵树的樱桃 来款待客人 所以从此之后 樱桃就代表了新科晋士的荣耀和金贵 你答对了吗 拿到两分 启愿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 能产生一连串的高低高低的声音的唱法叫什么 樱桃唱法 化解危机 我喜欢这匹小金马 也会爱护这匹小金马 是哪位内地演员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李小剑 打 对 在一定条件下 通过分子分母分别求导 再求极限 来确定未定市值的方法 叫做什么 罗比达法则 漂亮 世界上首班横跨大洲的东方快车 从巴黎出发 终点是哪个城市 伊斯坦布尔 漂亮 赵海田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兄弟之争 你还是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跟海田在一起对战过 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爽 加剑 谢谢 谢谢好哥 加剑 祝贺清华大学战队 之前的优势现在已经不见了 对于我们的耶鲁大学来说 只剩最后的一位女将 我相信此时的压力一定是大的 来 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 鬼才之耳跟音乐就有关系 对 因为我是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的 音乐作曲专业的硕士 听说跟我们的最强大脑 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你的耳朵特别的特别 对 我的耳朵会比较灵敏一点 比如说现在这个房间里面 除了音乐的声音之外 现在整个电机的声音 是深F往上八分之一影 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耳朵里 一个交响乐队也一样 任何一段曲子放出来 然后你就能够感知到 他大概用了多少种乐器 包括他的谱子 对啊 我是玩交响乐 之前没有听说过 有人可以说这么大胆的言论 什么乐队片子无论怎么样 然后就给我放几秒吧 然后给你写出来看 我想推进一首曲子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一个匈牙利的作曲家 叫巴托克 他有一首曲子我特别特别喜欢 叫做乐队协奏曲 这是我演奏过最难的一首交响乐 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请一小时播放乐队协奏曲 我怎么一首都没听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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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上去 你现在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你现在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它是一个三管乐队的作品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会有三个长笛 三个奥宝 就是我们黄耀师的双黄管 三个单黄管 三个巴颂 就所有都是三套 所以整个乐队听起来 非常非常地大 天歌写的是天书 我不知道专业人士 能不能看得明白 我想声明一个 这种玩法使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 有7分音符 还有它的16分音符 这个音质的长度 还有它把圆号 长号 这种铜管乐器很难分辨的这种音 全都表达得特别清楚 所以我觉得你的耳朵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卷转的互动 让我们看到了天歌身上的一个能力 但是现在呢 作为队长的一个身份 你现在必须要 能够顶住此时此刻的一个压力 来 两位 祝你们好运 请准备 答题开始 杏坛李月 冠华仪中的杏坛指的是哪位教育学家的讲学之处 孔子 2017年4月 哪个欧洲国家为即将到来的两只大熊猫颁发了生根签证 波兰 荷兰 为对手送分2比0 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生根签证 西创本 漂亮 哪位短片小说巨匠的作品 美国生亡的 欧皇帝 正确 这张图片中的服饰和布景 使用了哪个古代国家的元素 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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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 爱琴 爱琴 海田快 加分 加分 英雄战绩是哪款手游最初的名字 王者荣耀 等等 是粉丝对哪位香港明星的称呼 差点 英超联赛中的北伦敦得比指的是阿斯纳跟哪支球队的比赛 波特纳姆热词队 答对 我国哪部经典影片的名字在国外被翻译为别了我的歉 放好脾气 正确 战国中后期居原根据民间祭祀歌所改编的 9个 哇 漂亮正确 6比4 接下来这道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名师》出题 由史料记载的历史上第一位为自己过生日的帝王是哪位皇帝呢 请抢答 唐玄宗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丽波老师的解释 所谓千秋节 天长节 答案是唐玄宗 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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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田现在脸上的表情有着淡淡的忧伤 海田有什么话想说 师弟 师兄给你打下了半片天山 但还有半片天山靠你自己去打拼 我们等待着你的胜利 清华战队的海田要暂时离开我们的舞台了 再见 宿可耶鲁战队 好 我们直接来介绍最后这一位的身份 黄耀师 我叫卫明泉 是来自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现在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 大家看这个黄字就知道 我的特点是我会双黄管 然后现在也是在清华大学 学生艺术团教授乐队担任双黄管的首席 我们原来在印象当中 对于清华同学的一个印象 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我们在现场其实能够很简单地感知到 一个叫做无艺术不清华的一个氛围 没错 其实我们所了解到的在清华里面 还有很多的一些在艺术领域做得特别好的 包括像我们喜欢的高小松老师 是不是 李健老师 对对对 前段时间我们在网上不是还看到了 有一个视频吗 老的清华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 然后他们唱的是《我爱你中国》 打动了特别多的网友 然后今天其实也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爱你中国》 我叫常布什 我是一名飞机设计师 平均年龄是72.3岁 我们是干的是惊天动力的事 做的是隐心埋名的人 不需要你知道我 不渴望你记得我 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山河 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 祖国不会忘记我 这是我们大家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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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非常感谢清华的这位对手 但是朋友带来这首歌 因为只有在海外的游子 你才明白 背靠着一个强大的母国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国家 无论我们在耶鲁也好 在其他国家也好 走得再远 风筝的县 在这儿呢 在这片土地上 这是我们要回来 我们要一起来建设 一起让大家过得生活 越来越好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感谢对面这位队友 其实看这个视频 我特别有感触 刚才视频中也说 有一句话叫做 干惊天洞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只有他们那些老青华人的付出 我们才有机会 能够站在这里 享受着这一切 享受着他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 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 谢谢 我们这一代青华人 就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 用自己的肩膀去扛起一些 我们应该承担的能量 所以今天其实我站在这里 想借着这个舞台 借着这个视频的主题 我其实想用双航馆演奏一下 《我爱你中国》 也算是致敬前辈 致敬祖国 了解 我想能不能在我们俩真正开始对战之前 让我到中央去给我的对手一个拥抱 一个温暖的 友好的 次回来 善良的拥抱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在听到音乐声响起了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音乐为什么它这么伟大 它伟大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以后产生这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 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都在海外在求学 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回来 将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强大的这些海外学子们 带来就好像是一颗颗的种子 现在去往了世界各地 但是有一天呢又会变成蒲公英 飞往我们自己的国家 也许会去到更加辽阔的土地上面 带着我们华人的这样的身影 带着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骄傲 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去建设这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我们世界名称张巴塞 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一种力量 期待有更多的中国人 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 代表我们现在越来越自信而强大的国家 谢谢你们 接下来是今天的 最后的一组对战了 加油 请准备 大家开始 主料是土豆 青椒和青椒 鞋子的东北家常菜 就要什么 答 对 无敌铁牛是台湾地区 对于变形金刚当中 哪个人物的翻译 集结住 漂亮 太阳系中已知最高的山 奥林匹斯山 位于哪颗行星之上 答错了 高老头是哪个作家塑造的 经典文学形象 好的 还是有实力的 沙皇炸弹 是前苏联所造哪种核武器的代号 洲际导弹 哎呀 答错 送分 哪个海峡作为连接东海和南海的重要水道 被称为海上走廊 台湾海峡 答对 身中十一刀奇迹生还 并夺得NBA总冠军的是哪位 给NBA球星 第一个提示 宝皮尔斯 漂亮 漂亮 棒 yes 一尾杜江九年面壁 说的是哪位得到高僧的故事 答我 答对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一举拿下男团自由操单杠三块金牌的男子体操运动员是谁 南北江的路程缩短了一半由数万解放军花费十年建造而成了是新疆哪条英雄之路 四个字 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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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 到达6分 开启民事出题 有一部 藏民事出题 中国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被称为东方的河马史诗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请抢答 海天酱油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 欢迎各位回到由畅销60年的国民健康品牌海天独家冠名播出的一战到底世界名叫争霸赛 目前一战到底24张金三合一套装正在热销中 当当京东亚马逊网站均有销售 你也可以打开微信扫一扫或者摇一摇 进入一战到底官方渠道进行购买 同时还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赢取大奖 本节目由四年金牌下水角 一只水角一只虾特别播出 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本节目由能量饮料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请看解释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 他也是世界上目前唯一活着的英雄史诗 你答对了吗 解释答案 格萨尔王 直接送上两分 清华大学战队获射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天哥要离开了啊 谢谢你希望有朝一日在我们世界舞台上 能代表我们的中国人 期待我的作品吧 天哥 再见 再见 准备 本场获胜的队伍是清华大学战队 同时现在我们也要请回刚才掉落的三位队友 欢迎你们 从回舞台之上 精彩的对决 精彩的对决 你们在场下观看他们的比赛对决的感受 我相信一定可能比自己在场上还要紧张 没错 刚才掉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就是清华精神 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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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马上你们要面对的是 我们的守观者汪仔 有请清华大学 再次去往自己的战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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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马上要进入到的是 人机大战 这一轮的规则 总分是20分 答题结束之后 四位队员的累计总分 将成为本场人机大战的最终成绩 而五场初赛过后 总分最低的队伍 将会无缘半决赛 希望你们可以取得更多的分数 机器人来了 看搜狗搜索一战到底 与汪仔PK 我们万元大战 欢迎我们的汪仔 好的 现在焦点可以聚了 放在拥有盛世美颜的本汪身上了 今天获得本场胜利的是 清华大学战队 汪仔你怕不怕 本汪也是汇聚搜狗 加清华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 力量打造的人工智能汪 让我们赌上清华的尊严 来吧 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开始进行 这局的答题较量了 看看你们究竟能在汪仔的身上 获得多少的分值 海天酱油 人机大战 准备 答题开始 安基桥 是我过哪座桥的古称 赵州桥 被称为罗兰加洛斯之王 是哪位男子网球运动员 纳达尔 汪仔快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当中 华山派的剑宗气宗之争 是因为哪部武功密集而起 桂花宝典 哪个国际节日的设立 是为了纪念二战时期 力敌策惨案中的遇害者 国际二冲击 汪仔进入他的节奏了 《水浒传》中武松在锦阳港 喝的酒叫什么 三碗不过港 黄酒 漂亮 三碗不过港 足球界的绝代双罗指的是 罗纳尔多和谁 罗马里奥 没毛病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是哪部苏联老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列宁在1918 列宁在1918 漂亮 列宁在1918 你的答题是在1918 历史上客家名戏的最终形成地 聚居地 被尊为世界客都的 是广东省的哪座城市 梅州 答对 汪仔 创作电影剧本 狂流和话剧《秋锦传》的作家是谁 夏野 答对 连续失去了2分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 在哪位战士追到非常多的演讲 张斯德 漂亮 哇 波罗 后面师弟希望你们加油 大渡河 源于四川省和青海省接壤出的哪座山 阿盐卡拉山 被称为继法拉第之后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的 是哪位发现了质子的科学家 卢索福 好的 出自南宋典故书嫂传真的 是杭州哪一名菜 西湖醋鱼 电影手机改编自哪位作家的同名小说 刘振云 曾在1986年表演穿越场成的是哪位国际著名 好的 被称为南美洲最富庶的城市秘鲁的首都 西马 西马 电影教父的小说原著作家是谁 马里奥祖祖 大雨之水 塞峰世马等古代神话都是出自于哪本哲学 帅气 关男子 清朝末年的经典起义 有哪位历史人物领导的 洪秀权 最后的一道题 被称为近代政治学的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 马基亚维利的哪部作品 马基亚维利的哪部作品 海天酱油一站到底 马上回来 海天酱油一站到底 精彩继续 被称为近代政治学的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 马基亚维利的哪部作品 被称为近代政治学的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 马基亚维利的哪部作品 军主论 哎呀 光仔这道题也在思考 是 20题 答题完毕 而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剑桥大学拿到了8分 这一场清华大学拿到6分 那么究竟哪四支战队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 我们还是依旧需要整体的这个积分排名 来决定啊 我们依旧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本场 有如此上加表现的清华战队 海天酱油真正晒出来的好酱油 感谢上校60年的国民酱油品牌海天 感谢思念金牌虾水饺 一只水饺 一只虾 感谢SOGO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东鹏特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欧洲独家合作媒体 欧洲时报 澳大利亚独家合作媒体 澳于传媒 澳大利亚独家合作伙伴 澳学集团 新加坡合作伙伴 新加坡自选择优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还需要感谢百合网 江苏IPTV 华康历经黑字体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一战到底 世界名校争霸赛 下周一晚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下周一晚